現在早上三點五十五 我們預計四點吃早餐 已經有煮了粥 還有一些小配菜 青州小菜 現在早上四點半 然後我們從雲南山屋準備要往南湖山屋出發 預計走十幾個小時 就這樣 先繼續出發了 現在時間六點 今天也快亮了 所以我們把頭燈都先收起來 然後我們距離神馬鎮山 還有兩公里 太恐怖了 我們現在來到14.7這個小平台休息 然後我們正對面就是中央尖山 前面 就可以稍微 留意一下 就是神馬鎮的登山口 現在來到這個瞭望點 大坝小坝 然後一整片的雲海 我們總算走上的有點像 人線的地方 可以看到遠方的南湖大山 在15.8K的地方就是 神馬鎮山的登山口 我們來到神馬鎮山的登山口 這邊有個岔路 神馬鎮山上去只要一百公尺 背包就會下肩 輕裝上去就好 來到神馬鎮山 看一下 海拔3141 OK 我們在神馬鎮山 合完影拍完照又要下山 然後趕往南湖山屋 神馬鎮大草原 我們現在又離 南湖大山又再更近一點點 然後遠方那邊會有一個 反光反射的地方 這個據說是一個飛機殘骸 我們現在走到16.4K的地方 會有一個岔路 是往神馬鎮山屋 從這邊往下走 前面那個小山 那處就是神馬鎮山屋 那我們距離我們今晚住的 南湖山莊還有4.6K 下一座 百岳是南湖北山 現在海拔已經接近3500了 那我們每走一步都很喘 遠方的南湖大山已經停了 Oh No 現在早上還沒9點 18.9K 我們在100公尺 就會到南湖北山 就登山口 我們到這個岔路口 這個平台 然後往南湖山莊 還要兩公里 那我們會先去南湖北山 0.25公里 南湖北山 250公尺 沒有往上走囉 青莊 沒有賣相 我人生的第39百月 走上來就看到 山腳點就在前方 耶 登頂南湖北山 南湖北山 要準備下山了 Go Go 你還會經過一個五顏峰 但現在整個都已經是白牆氣大物了 旁邊滿滿的都是南湖杜鵑 滿坑滿谷的 正前方這裡就是五顏峰 算是 這段路比較刺激的部分 我們要開始走五顏峰了 至高峰 五言峰 走完第一眼 會來到這個岔路 它這邊已經有一個封鎖線了 叫你要走下面 五言峰 走完第一眼 這個是五言峰的第三座 現在風有點大 講話大聲一點 現在走完五言峰 前方就是一個岔路 然後左邊下去就是要去山莊的 那右邊就是南湖大山北峰 我們到岔路口 然後我們晚一點再下山 那山莊先來南湖大山北峰 拍個照 又登頂一座北峰 南湖山莊 一百公尺 繩子都快斷掉了 現在遠處 宜蘭的峰 宜蘭的雲都往台中的方向吹 看到山屋了 坐落在這個圈谷的山屋 小小一個 超美的 離山屋越來越近了 YA 我們終於下到圈谷了 距離我們山屋 就只剩最後一小時五度 到了第二個跟第三個晚上要睡覺的地方 那我們待會休息一下就會輕裝要上 南湖東峰 歷經了千辛萬苦 現在十一點半 來到了南湖山莊 到了 南湖山莊 我們剛剛稍微用過餐 現在中午十二點十分 然後我們要往南湖東峰前去 然後我們都換上輕裝了 現在輕裝裡面只有一條毛巾 半瓶水 跟一些乾糧跟電池 還有頭燈 就是怕萬一摸黑還是怎樣 OK我們走上來能線了 然後到能線後風就開始變很大 一片霧茫茫 走在荒芙的草原裡 現在走在這個石鋪的地形 沿路都會有人做記號 我們剛剛上來前 山莊的人都跟我們說 南湖東峰來回大概三個小時 我們走偏離的軌跡圖 然後我們走一個比較垂直的路 已經快大了 兩關注意喔 要把我保持一點 小心落石耶 我們現在 因為走Penny的軌跡圖 現在在找路 然後大家有點緊張 因為 都不像路 但是看軌跡圖 東峰就在我們右前方 總算街上正軌了 我們剛從這邊走上來的 我們都看不到 我們居然是從 南湖東峰的後面上來 他的後面是一個 斷圓殘壁的攀岩處 走錯路 天啊 登頂 走了一個不該走的路 只花一個小時就登頂 南湖東峰 等一下你怎麼看齁 南湖東峰 等一下你怎麼看齁 OK我們要跟 一片白牆的 南湖大山東峰 說再見 我們要下去 南湖山屋 睡覺了 GOGO 走回正確的路 南湖東峰500 馬比山山 從這邊 下去5.7K 會到 桃色峰 這裡也是一座白月 走在銀峰面上 那個霧氣跟水氣都已經打在臉上 我們又接回這個 河床地了 給看我影片的觀眾知道一下 如果要上東峰 乖乖的走河床就好 不要像我們剛剛那種 冒險挑戰 亂走路 走到那個 東峰的背面 我們剛剛 就是走透路 就是從這邊上去的 河床地 然後 這邊有個 插路會綁著一個 泰魯的國家公園的 鋪條 就沒有繩子 沒有 踏點 然後都是碎石 然後又很驚險 又很陡 各種恐怖的路況 都集結在一起 我們後來兩小時又五分鐘 走回來到 南湖山屋 回去睡個覺了 河床山屋 頻道改名 與山之間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點讚 然後分享 開啟小鈴鐺 記得追蹤喔 掰掰 什麼 我們今天就知道 讓我多久 開啟小鈴鐺